今天是2024年9月26号星期四 大盘又在创下颇段新高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前天大前天 就是简单讲就是上礼拜开始 一堆人在棒康啊 尤其是前天都大力放空啊 那结果昨天大涨 今天最高也涨200多点 空单全部正亡了 那今天都改口了 说哎呀我们看起来做多了 市场上这些骗子真的是很多 那么现在王同必须郑重的告诉各位 第四季神龙课程 我第一堂课明珠航行已经录完了 今天要录制第二堂课 资金聚焦 同时同时 我还准备了十几档个股帮你们做技术教学 直接帮你验证 直接帮你验证了 这个你在外面都学不到的 很多人呢 涨跌都看不懂 当然了 今天涨跌你看懂了 明天呢 没有人看懂 真功夫在这里啊 我这次就是全力的教你真功夫 好 第三堂课下礼拜一才录 异军突起有哪些 为什么我要等到下礼拜一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比较接近大盘 我还要同时讲大盘的趋势 所以我必须要延后一点时间 那么美光灯焦点股有哪些 统统在这里面都出来了 好 这是重点跟你讲了 再来看一下 第一堂课已经告诉你 国际千亿美元订单 产业的秘密 花落谁家 课程独家帮你解释 都帮你讲啊 在这里面都录完了啊 录完了 再来你可以看一下 王同在今年课程的绩效 课程价值万金 精英班 达发400到844 有没有翻一倍 翻倍了 预告台积电520 到现在为止台积电呢 已经到1010了啊 那么最高来到1080了 翻倍 万万金课程 预告红海100到217.5 最低还达到95块 然后呢 预告旺西183到860 翻四倍 我们现在旺西还在手上 大大发课程 高利260到537 硕天185到344 然后聚宝棚课程 郑华店110 到现在郑华店什么情况 你们都看到了 当初跟你讲 郑华店没有人会相信 因为全台湾 只有王同一个人 给你推荐8114 郑华店 然后再看 奈米一财 106到181 好都看到了嘛 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之前 你看到的 你也获利放口袋了 我们还参加除钱除袭的 我们不是跟你讲 哎呀你看这两个我讲过了 他就涨一辈了 所有的绩效都是我的 那叫狗屁绩效 那叫嘴巴绩效 王同是实战 实战 实战 全台湾实战第一名 在这里 现在清楚了吗 清楚了 好了 今天先跟你讲一则新闻 这个 维尹的老板 洪丽林 洪丽丽娜 今年全部去中国化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啊 维尹 他是伪创的子公司 所以呢 这则新闻给你就告诉你 所有制造通通离开中国 看到没有啊 那么我现在就问各位 你们还有人要去大陆投资啊 还有人要去送死啊 我也没话讲 你去吧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个人的意愿 王同现在跟你讲 都讲大环境的改变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啊 这个内容你自己看好了 内容你自己看 然后呢 王同是跟你讲 关切美大选 美中角力 地缘政治紧张 AI时代来临 企业纷纷远离中国 在那边我顺便还告诉你一个 比较内幕一点的消息 半导体的部分 半导体的部分 美国还要加重关税到50% 你马上看到这消息了 你马上就会看到了 好不好 我都给你讲白了 所以呢 半导体有哪些 你自己找好了 很多都半导体的 那么现在啊 ETF 你自己看 他的成交是一条线 一条线 好 我给你看他的图形 我的妈呀 跌得稀巴烂了 我们大盘创新高啊 美债跌得稀巴烂了 看到没有 为什么今天我会讲美债 因为太多人问我 老师美债到底什么东西啊 要不要去买啊 营业员推荐我要去买美债 我先打给你看 都打给你看 让你眼睛睁亮一点 营业员的话你能够听啊 是不是 我常常讲你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再看00687B 好 再看啊 00687B 打击掌给我 这是国泰20年美债 看到没有 国泰20年美债 你看看他 怎么跌的 怎么跌的 你自己看嘛 这个除息 哎呦 他会配息给我 配息是配你自己的钱呢 你的股价减少了 现在搞懂没有 好 再看另外一档个股 00764B 00764B 通通打给你看一下 让你们大家老带清楚一点 群义25年美债 看到没有 群义 这里数字还得跑 这个股民呢 群义25年美债 就是ETF了 你看一下 跌了个稀巴烂 看到没有 跌了两个三个礼拜了 再看另外一档 00679 00679B 看清楚 原大美债 20年的 好 一样也是ETF 你看看他怎么跌的 你自己看嘛 这摆在眼前给你看到 怎么看大的吧 好 再看 00931 B 统一 统一美债 因为发美债的公司太多了 来给你看一下 怎么跌的 这里看吧 每一档美债的走势都一样 那现在我问你大盘是不是创新高 大盘创新高 你的债券会创高 见鬼了 现在清楚了没有 所以王同常常在戳破市场上很多谎言 这些谎言被我戳破的人当然心里面很难受了 心里面也不甘了 就把我当作是头号敌人了 那是很正常的 因为王同向来讲真话 我不讲假话了 对不对 操作当然是有对有错 但是你要看对的几率高 还是错的几率高 这个就是我一直教你的地方 再来我们开始看 下面个股了 个股我现在写在旁边了 你自己看看 台积电南郡创新高 力望两个涨停 连发科打发再创高 好了 这边是写什么 热钱订单标股 这次我的课程里面全部会告诉你 这个都是秘密 这都是秘密 我不能公开讲的 公开讲的话是不值钱的 对不对 今天大盘在创高了 看清楚这档叫什么 台积电 台积电不用讲了吧 有没有创高 摆在眼前给你看了 有没有创高 创高了 创高了怎么办 我就问你你赚钱了没有 没有 好再来我们看南郡国际 今天涨到五块五 上去了 看到没有 我是跟你讲南郡国际今天没有出货 今天没有出货 好了吧 那你可以不要担心的吧 对不对 震荡的是应该的 再来呢 我们开始看大盘了 有本事把大盘讲得清楚 你后面就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忽多忽空永远是赔钱货 对不对 一天看多一天看空 连美国经济数据不好 也拿来当利空 那是美国的事情呢 飞龙就业指数也来着解说 那是美国的事情呢 台湾有飞龙就业指数吗 没有嘛 所以我搞不懂 我真的搞不懂 市场上怎么有这么多人喜欢被受骗 为什么今天王同会讲美债 为什么讲这些 因为太多人来问我了 我今天一口气中回答给你听 希望你们以后的眼睛能够放亮一点 行情天天有 重点在操作 操作就是说 你能够获利放口袋才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你看掌停板 掌停板你赚到了没有 没有那就是假的 你看掌停板 赚到没有放在口袋了 对了 这就是王同 好了看清楚啊 家全 9月20号大盘在创展高 我画的像给你看还不够 还不够清楚 好再看 9月20号礼拜三 昨天强嘎山空 涨了329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再看9月20号礼拜三 2260点达正了 现在迈向23370点 我公开讲给你听的了 对不对 我公开讲给你听了 这才是解盘嘛 解盘在那边畏畏缩缩的 很多人每天看王同怎么解盘 然后后面跟着王同屁股后面讲 王同讲大盘有隐忧 他看着全力放空啊 结果第二天我说隐忧除掉了 哎呀看着做多了 这样的王同的那些 跟屁虫的话 你们还相信啊 祖师爷在这里 来看清楚啊 我给你看 昨天传言稿 我给你看 这是昨天的9月25号 大盘再创高 22600点达正 22600点达正 你看啊 看到啊 今天大盘指数一战到2260点 下个目标将要挑战23370点 第四季是民族行情 会有很多惊喜事情发生 股市也会如此 都是好事 所以要好好把握压回的买点 今天发出第54个红包 这是昨天的啊 昨天 本周三天发出三个红包 这是指昨天啊 注意最后一句话 明天还是金金涨 但涨幅会比今天少 你要的不就是要这个吗 我需要给你分析来分析去 分析东分析西吗 分析南分析北吗 你看现行啊 如何了 过几天这个技术指标会转正了 关了个屁事啊 我真的不懂关了个什么事啊 请问你技术指标转正有用吗 没有嘛 你何不如就告诉我明天会如何 不就这么简单吗 王同常常讲这句话 你告诉我明天会如何嘛 你告诉我标股在哪里嘛 这就是你要的嘛 来看今天大盘 看今天大盘啊 大盘以上长79点开出 今天盘是高盘开出后 会先冲高过22950点 你看到高点在哪里 22960 盘中过了22950了 最高来到22961 看到了啊 好看到了 然后会压回 冲高时绝不能追 压回到22810点附近就可以强短 结果今天最低来到22769 那个这个是误会 误会 他那时候最低之后来到22805 为什么会来到22769 因为现在台积电跳一档是五块钱 跳一档五块钱 所以呢 他就是影响指数40点 瞬间蹦一下 所以22769 你那个点是看得到 你吃不到的 现在清楚了没有 所以你真的吃得到的是22805点 那我帮你抓到22810点 即可强短 昨天就告知 今天还是会收红 但涨幅会比昨天少 请问一下 这种讯息 是不是叫神讯息 这种讯息 是不是你要的 对了嘛 你要的阿萨布鲁都干什么 这才是你要的讯息嘛 这我们预告未来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预告今天 你今天都看不准 还要看明天 不要骗人 好了 来看今天 926号礼拜四 早上97点 今天我只告诉你 有人让个国在这里 第一个2882 你们注意到 国泰金给你看 我的妈哟 国泰金出门了 我给你看到国泰金的月线 这是国泰金的月线 月线 看到没有 哇 长得像 好 我把月线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给你看 来来来 看 看清楚 你看国泰金的月线 创了几年的新高 值得民国96年 应该站在97年在这边 到现在112年 几年了 你这里看看几年了 这是国泰金 看到没有 这月线了 我把月线放大了 好 现在换回日线 国泰金都出门了 这个盘你要看坏 我不懂是什么逻辑 反正呢 看坏 看多 看空 是个人意愿了 对不对 重点是以对的为准 你说盘会跌 结果盘涨 就理错了 你说盘会涨 结果盘跌 就是你错了 就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好了 另外一个是2543 为什么我今天讲2543 给你看 你看一下这个 黄昌 黄昌是什么 银建股 银建股今天它居然创新高 给你看它创历史新高 看到没有 最低的时候还6块 109年的时候还6块 113年到了多 81块了 涨几倍 我不知道涨几倍 这档个股我们已经玩过两趟了 现在创高了 我们就不玩了 好 看清楚啊 好 黄昌 那我先讲 黄昌用意是什么 就告诉你 银建族群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现在清楚了吧 清楚了 好了 清楚了以后呢 然后我今天大盘 直接跟你讲了 9月26日 礼拜四 这什么 2万2千年 看到没有 看到了 现在相信了吧 怎么距离2万2千年 越来越远了 哎呦 对 你看不懂 王瞳告诉你 只有送你一句话 切勿摸头 够不够啊 够了嘛 切勿摸头 好了 剩下的就是说 我会留在索码里面讲了 再来就是今天 我要录制第二堂课 你还没有报名的人 赶快来看内容 课程内容绝对精彩 不是你在外面所想的 哎呀 网络里面资料抓一抓了 然后帮你写写 整理给你啊 念给你听了 那个就叫做资料 那个就叫做 我帮你找到个股 那个不叫 那个叫做 马后炮跟屁虫 你要的是领先的 哪些都要领先 你看这边 热钱 订单 进到哪里 来自哪里 这次 今天就要录制给你了 今天就要录制给你的 所以第四季神龙课程 我们现在还是热烈报名中 我今天录制第二堂 下礼拜一录制第三堂 正式播出时间 我们会再跟各位告知 绝对不会给你延误的 好了 今天帮你讲到这里了 够多了吧 够多了 明天的盘 你也不要看坏 也不要看得很好 讲到这样应该很清楚了 剩下的我不愿意讲多了 好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 会呢 索马时间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olen �에大vik 明天的盘 统员 露天 露天 露天